高频次的重复多次的检测非常有必要 首先任何感染性的疾病都有一定的潜伏期 新冠病毒感染也不例外 而且这个潜伏期对于个体来讲 存在一定的差异又长又短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有一个检测窗口期的概念 检测窗口期指的是什么呢 是指的患者他感染了病毒以后 因为载量比较低 那么现有的检测方法 没有达到他的检测灵敏度 他检测不出来 那么病毒在患者的体内 有一个被征复制的过程 复制到可以检测出来了 这个时候才能发现阳性 那么在这个检测线之前的这段时间 就是检测的窗口期 那么这个窗口期 事实上是非常容易漏检的 那么窗口期的长短 你能不能及时地把阳抓出来 其实就取决于你的检测频次 如果你检测频次多了 那么我们能把这个窗口期 尽快地缩短在最短的时间里头 第三个原因大家知道 核酸检测 采用的那个样本是 腌柿子 鼻柿子 或者鼻夹腌的柿子 这个柿子的采样 本身取样有一定的差异 那么多次的重复检测 可以弥补这个采样的差异 能够减少假阴性的发生 另外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们在临床上实验室的时候 不光是新冠病毒的感染 即便是其他病原体的感染 也都是采用了 重复多次的一个检测方法 一般都要有三到五次的检测 所以这样看来的话 新冠病毒的检测同样也是不例外 那么在目前的防控形势之下呢 重复的检测呢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 能够及时地锁定阳性人群 能够特别对于无症状感染者 能够及时地锁定 能够锁定的风险区域和重点人群 及时发现隔离传染源 阻断传染途径 能够保护一感人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